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回说结尾 这个圆子提到 曾经跟前妻是同事 对吧 罗勇啊什么的 人见罗勇 人见罗勇 不是咱们罗勇 是吧 这马先生就有想起来了 我那个 我认识王硕不是比较早 那时候他是一个没结婚的人 我那时候刚结婚 那时候叫泡妞嘛 泡妞 泡就得花出大量的时间 天天粘着 扣来着细果 对 我觉得现在谈恋爱特别简单化了 过去的非常复杂 要设计 要干什么 矫尽心思 怎么能贴近他 那时候我记得我跟他去 两件事我记得比较清楚 一个事是我跟他到舞蹈学校去 那时候门口进去的时候 多少也得还得化化妆什么的 门口能传达屎的 老头都看着特性 老板 你哪带什么 看不像好人 不让你进 结局有一次我跟他混到人宿舍里去了 那时候女生宿舍 拔个铺 然后在那有一句没一句的瞎贫 没有内容 在那贫 每号一分钟就是一个胜利 对吧 那么后来女孩每个人拿一脸盆 里头一牙刷缸 牙刷毛巾 都到冠洗尖洗完了以后 拿完盆都回来 把床底一搁 床边上一坐 那就暗示我们就得走人了 人要睡觉了 然后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了 我还跟王硕说 我说 咱走吧 王硕说 再待会 再待会 全这样 就这么泡 后来有一件事 我在出版社 那时候在编辑部有一天突然他找我 王硕说 我请你看舞剧 我是从来就没看过舞剧 就没看过那个东西 他说 我请你看 后来我说去吧 我在哪 说天天剧场 然后我就去了 我们俩约了 那时候也没手机 什么都没有 就说约好了在门口见面 我去了以后 到哪啥人山人海 他说 看见他了 他说 给你票 我说 你呢 他说 我没票 我说 哪有这么想看戏的 是吧 过去看戏 你朋友请 你得咱俩一块看 你就一张票 我一人来了 我又不喜欢看这事 然后我拿一张票 我进去坐那啥子似的 然后我说 你呢 他说 你甭管我没票 然后我就进去了 金钱油 他那票是第一排的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土看戏喜欢在第一排 第一排近 对吧 其实角度并不好 那么仰着嘛 我就坐下了 坐下了以后 5G开始 我说 我从后台下来了 他从后面下来了 我当时觉得特奇怪 我说 他怎么能上后台去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后台特别神秘 后台多神秘 全是女孩 你怎么上不去 他怎么能上后台去了 他从那下来以后 光当拍也没票 他从后台上就下来 坐到我旁边了 低排的票 一本大致都是赠票 所以经常有工作 我们俩坐着 我们俩看 看曲缘 舞剧 我记得很清楚 曾经有一大段的双人舞 就曲缘跟禅娟 然后他有一个很暧昧的动作 就是两人舞到激情处的时候 禅娟有一个下腰的动作 曲缘有一个俯身的动作 但是那时候舞剧拍的也比较暧昧 它是背冲的台下 曲缘是背 所以就看不清楚了 然后王硕就特别猝不及的跟我说 估计雅婷亲了个嘴 当时他就跟我说这 我印象很深 他说估计雅婷亲了个嘴 然后我说原来有点醋 我心里就想到怎么有点醋 然后这就是他请我看舞剧的全部印象就是这个 就是最后就 我今天想起来就是戛人而止就停在这了 就停在这这句话了 后面怎么散场什么就不太清楚了 袁子你说那个时候 你特别小的时候 北京的男孩子泡女孩子 就这么点干聊 都是空手道 那时候你知道吗 还崇尚点文化 不像现在比较物质 大家都你得给我买一个什么 上点吃饭 哪有钱请吃饭呢 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然后就是干聊 聊文学 说你看什么书了 说我看托尔斯泰勒 你看什么了 我看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复活了什么的 就聊这些 而且有一种 怎么说鄙视金钱 我们那受的教育 视金钱如粪土 不屑于聊钱 多美劲 多庸俗 现在可不是这样了 你说现在的女孩吧 现在哪人聊这个呢 现在哪有这功夫 你先送我什么一东西吧 对呀 真是 你看我到香港去 我就觉得也挺凄凉 这个香港人 这个同事老是说得挣钱 挣钱 不挣钱 怎么泡妞啊 怎么去过 那个时候我刚从大陆去的 我说泡妞干嘛要挣钱呢 那钱都什么关系 我们不就是干聊吗 都是拿到水库边聊去吗 这就我就发现一点 就是香港人啊 南方人啊 不太善于这种空聊 你比方说 他一个摄影师 他就跟我说 他说那你怎么可能不要钱呢 我找一女孩 我总得请他吃顿饭吧 吃完饭之后怎么办呢 我得去看个电影吧 看完电影怎么办呢 我得去卡拉OK 唱唱歌吧 后来我明白一件事 就是他的男孩子害羞啊 朴实也可以说 到什么程度 如果咱不找点事干呢 咱俩坐这儿 我不知道跟女孩说什么 他没有一个依托 你需要了 所以 北京人在这上面 是有名的能瞎看 就是去了 我记得那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状态 所以为什么后来 就像编辑部故事 出来以后 就特别引起轰动呢 就当时在编辑部故事 以前那是个分界线 前面的那些影视作品 都不怎么 就是按照王硕的话 说都不说人话 到了编辑部 开始说人话了 其实编辑部故事 你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并不成功 它所有的人物特征 都是顺拐的 你比如葛林说话 跟葛优的 就是李东宝 其实是 余大利 都是一个人在说话 不是一个方式 可是王硕 所有人说话 都是一个方式 只有牛的解释 另外一个方式 所以他那里 就发生一个碰撞 我不认为 这个事是当时 我觉得连王硕 都意识不到的 后来包括王硕 拍了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费劲的 一个电视剧 他跟王海灵合作 拍的那个爱你没商量 那个就不成功 当时我跟王硕讲过 我说这里最大的问题 出在没有一个坏人 全是好人 全顺了拐 这戏就不好看 那时候的戏 最好看的都是香港 有些戏 比如有一个演员 叫温兆伦 他演的坏人 给老太都气晕过去 因为我们电视剧上 没有这么坏的人 坏人都是很脸谱化的 生活就特坏 好人也是脸谱化的 当他非常生活化的时候 他就比较感染人 那个时代的时候 就是王硕小说 和他的电视剧 都是做了前后两个时代 一个分界线 他为什么引起人关注 就是他全切到这个 这个沿上了 后面人再切没有用了 是 你像他这次出来说 我就说 说的这些个事 其实 我自己还是 回到一个最老实的角度上讲 他说的一个观点 我特别同意 就是你得有作品 讲老实话 比如说 我要去瞎说个什么 没有人会理会的 为什么他说 就有人会理会 说到底 我自己想想我自己 因为他过去写的小说 影响过我 这是有东西的人 你比如说 甭管他在说张艺谋 还是说黄金甲 什么装修大师 这些 他并没有说出 他并没有说什么 多么 什么不同的 我觉得是人家 说的好 说的准确 说的有意思 所以 他引起了一个注意 您觉得 因为他是王硕 因为他是王硕 我们一般说 人为言轻 你人没有地位 你的说话也没有地位 人有地位 你的地位是过去确立的 因为他怎么确立这地位 就是我说的 他的文学能力 我一直认为 王硕的文学能力 是在我们这一代人里 是最强的 他可以逼真的在线 他所经历的事实 因为他有时候 你不要小瞧他 他有时候跟你在一个屋子里 聊完天 他立刻写一篇文章 他把你弄死了 你觉得很随意的话 他都能抓住你的要害 这是他的本事 所以你看他说的这些事情 所有的事情中 你仔细琢磨 他每件事都有他的道理存在 你别看他随口一句 但是有时候显得不厚道 这是一 有时候显得 如果他能听见 他也是显得 他也不是众生平等 比如说 他说纪宪林大师这样的事 我也没怎么看过纪宪林的书 那么我也不知道 纪宪林有多高的成就 但是我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老人 我觉得作为他一个后人 如果你讲众生平等 在这上面你开始有点不平等 他是一个老人 他没法跟你出来论战 对吧 那么就有点不平等 在这上面 我觉得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 总要收敛一点 但是你说现象 我觉得你多很多没有问题 比如你说红楼梦的现象 我觉得你多很 说的多很多没有问题 你就说到这个 可能他的观念里 就清洗了这个所谓传统的 对 你别钉死一个人 钉死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 你强其弱 是吧 有这么一个感觉 如果你钉死一个现象 我觉得 你可以充分的阐述你的观念 他反正谁都敢骂 他觉得 他很特立独行 他不会说大家都认可的一个人 尊重的一个人 或者是怎么样 我们就一直仰视着这么一个人 我们就不会说他 说他之后 我们想 说他不对 说我不对 是我的判断出有问题 他不是 我觉得他谁都敢说 谁都敢骂 其实我有一个感觉 他说的很多话 我觉得说的挺好 我自己也这么想 但是分别在哪 我是一个对自己的正确性 从来缺乏信心的人 很多事心里这么想 但是又会觉得我对吗 是不是老了 或者说不同的时代 有不同的标准 你拿你的标准去看 所以就不吭声 但是有时候 所以我是那种感觉 看见一个人 他说 那看来是怎么回事 你比方好比你比方他讲超女 那你想我做主持人的 我可能也有些想法 但是我哪敢说 我超女好 好 但是他就可以说 就是说没有自己的音乐 没有自己的歌 没有自己的作品 他觉得是拿这个东西来衡量 但是超女 其实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觉得超女 他比的不是原创 他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给这些女孩 热爱音乐的女孩出来 实现他的音乐梦想 他其实上 他的衡量标准不一样 所以说关于一个事 可能有八个角度 有九个角度 说都是正确的 我倒觉得对人不能苛求 就是说 即便说三七开 其实一个人能把十分之一 说准确了 就行了 就不得了了 他当然不是全面的 你不能要求他面面俱到 那就那等于零了 对吧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塞人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所以接着刚才这聊 说咱大陆没文化 其实我倒觉得大陆 这个太有文化了 你知道因为 我拿这个台港社会好有一笔 就比如说 其实王硕谈的事 不是什么俗事 都是创作上的问题 是这个文艺 这个圈子里的这个问题 某种程度上讲是挺高雅的 虽然他用的语言 是那种语言 对吧 我就说像出这么一个事 你哪上得了香港的 一般的给市民看的报纸 那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出来一陶节 说我妈妈金庸 这种文学的这种东西 他不会登的 他不会登的 除非是像我们那种 梁文道看的报纸 少数的那种知性阶层 知识阶层看的东西 所以在咱们这 人人都发言 这王硕这事一出来 老百姓都关注 咱真是闹闹过文化大革命的 实际我觉得对文化 大家都挺有兴趣的 您说是吗 先生 是 我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就是生活的压力越来越轻 过去生活压力大 对文化没有什么兴趣 就我第一大兴趣 吃猪肉是最高兴的 对你肘子多高兴 说好几天 对吧 你现在没这个事 你生活压力越来越轻 就是你物质上的需求 很容易填满 当然你想特奢侈的 就说你每个人都跟世界级的富豪 去比你是填不满 但是作为一般的生活 很容易填满 这时候就精神要求就来了 就是这个对于这些文学 的追求 所谓文学 我们现在说的都已经 包括大众文学 全都囊括在那 包括那个漫画 什么都算 我觉得儿子都很大的 还看这些动画片 我就特别不可思议 我原来认为 那个都是十岁以下的孩子看 他现在二十几岁了 他对那个特别深爱的这种东西 什么宫崎俊的那些 对 他对那些人 就是前日子有一个 做动画片的 这个日本人 那个音乐的那个人 叫什么来了 在宝丽 宫崎俊 是吗 我不是 宫崎俊作曲的 作曲的 御用作曲的那个人 对 来了以后 我儿子去了 是同学叫他去的 就是去了以后 哎呦 他回来跟我说 你不知道 那个会场有多么热烈 所有人的对那个 那个音乐师的那个崇拜 就是他们都是成年人 按照我的标准 都是我像我儿子那岁数 我的所有的事都担当了 他怎么会老对动画片有兴趣呢 后来有时候 他在跟我讲 这个动画片什么的 我看了看 确实这时候的动画片 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对 这王硕也爱看动画片 就是这个宫崎俊的 什么千以千询的 魔女摘机变的 他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所以你说这个 我还想起他说80后 说对 王老师说话有意思 那就是咱的孩子 你们就是我们生的 无知是吧 什么这吵 不就是打群架吗 是吧 他是特别自信 一般就像你刚才说的 哎呀 我是不是我老了 是不是我落伍了 我是不是眼光不对了 他就说谁没年轻过呀 对不对呀 老算什么呀 我们经历的你们还没有呢 我们的沧桑 你们还没有呢 他不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弱的位置 说哎呀 看来我是老了 我是不如这帮年轻的 他心态特别好 对 你像上次 我有时候碰见他 他跟我聊 说他准备搞这个写作网站 我跟你说 他现在说这个事 网上人还有人说 说说王硕该进文化养老院了 我说如果他要进文化养老院 我就已经在棺材里待着了 我觉得他狠心呢 好家伙说的那一次 就说我现在 我我我我现在上上上上网写作 我不出纸媒了 对对 他他那么一说 让我觉得 我这个搞电视的 他比如说他说江文 会是最后一个电影大师 说是再过 过不了多少年呢 进电影院看电影 那叫古典 那已经是古典艺术了 我听他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像我这做电视的 可能过不了多少年 也都成了个古代的形式了 因为你现在这个网络 你比如他在线写作 你点击进来 一个人一毛钱 这多好 又挣钱 谁爱看 谁来看 避免了中间环节的 这个这个不会盗版 我也用不着靠凤凰了 我的自己家里 我支个摄像机 我就聊 现在就有播客 而且多的自由 也不用像在这说什么 都受限制 这也没什么限制 你看他那个 他说省的中间环节 一个是书商 一个是盗版 还有那像校队 他说我最怕的那校队 我明明说了一个 找不着北 然后那校队的那个编辑 改成了找不到北的方向 就这个语言的魅力 就完全没有了 没错 就说一个跟你们过去 当过编辑的有关 他挺 我看他挺计较 说当年有个老编辑 说他没见过 林林总总这个词 就要跟他改 林林总总 老编辑 没听说 我这得改 是 过去是这样 我们今天的编辑 也比较好当 就是来了以后 差不多了 就发了 就完了 错就错了 我们过去都非常严 做编辑的时候 王硕是深受其害 因为你比如 他的空中小姐 他的空中小姐 发出来以后非常轰动 但是他最早 责任编辑是龙世辉 龙世辉 是林海雪原的责任编辑 林海雪原 我们都知道 当时最著名的 中国的长篇小说 那么王硕把这个东西 给了龙世辉以后 龙世辉说 你这个小说基础很好 比较单薄 不够热闹 然后王硕就写 那时候都是写 都是一稿一稿 那是电脑写 写一写 由三万字 乌鲁乌鲁乌鲁 这个几稿以后 变成十几万字了 然后龙世辉就退休了 把这稿子就给了张忠岳 给了张忠岳 张忠岳看完那稿子 这稿子真好 就是太热闹了 然后就开始 我就删回三万字 这个才发表的 就是当时的编辑 左右作者是 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 我们有很多作者 那折腾就是好多年 让老编辑给折腾的 我是非常尊重作者的 所以我是当时 我在出版社 就是专门看自由赖稿 我对自由赖稿 有极大的兴趣 每天第一件事 拿把剪刀 把那个全豁开了 把稿子都搂好 别上去区别针 然后一上午全看完 不管有多少 一上午全看完 很多人就质疑 我这速度 其实我就在这种刊里 把这些 比如像苏彤 王硕 这些后来成为 著名作家 全从来稿里 拿出来的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个讲作家的状态 也是挺有意思 你比如现在 有的人就说风凉话 说他写不出来了 才出了吼叫 但是他这个 又说 所以说 我觉得王硕 现在出来这事 为什么我那天说 你不要妄自揣摩一个人的动机 很难说他这一手是什么意思 没准仅仅是个开始 因为他自己在采访里边讲 我写200万字 等着呢 对吧 我弄我这写作网站 我可以不断网上挂 甚至我在线写作 让你没法盗版 一边看 我一边写 所以这就说到一个 他作为一个作家 这种写作状态 马先生这方面 他看他写什么 他写小说 我觉得他所有的能力在于 他一定要拥有这个生活 王硕 他的想象的空间是有限的 他写想象的小说 他一定写不过苏同学 那明白着的是 那么他拥有这段生活 他过去的生活 整感上我们社会是一个最动荡时期 那么他的生活就非常丰富 他是一个很早就离开公职的人 就是他比较随意 他人生活的也比较随意 所以他的小说就特别好看 那么今天他的生活跟后面的人比起来 包括年龄的制约 他就没有那么灵活了 所以他再写小说 就一定不如他原来的好看 这是我对他的小说创作的一个定论 包括他后来最后写上看上去很美 很多人寄予了厚望 最后觉得不过如此 是因为他写幼儿的事 他记不清楚 因为我们知道 三岁以前是没记忆的 这是有定论的 三岁到六岁的记忆是支离破碎的 是片段式的 他写三岁到六岁的方腔腔一定是支离破碎 所以他写不了很生动很形象 那么他所有的感动人都是他经历的东西 但是他如果没有 他要如果靠编 他自个知道 我想王硕一定清楚他自己 他编不出来 但是他的随笔 他的其他的 就是他随意的东西一定写的好 我看过他写的那个就是他给梁佐写的导词 我深受感动 当时我看了以后 因为我跟梁佐也熟 我觉得给熟人写这种文章是特别难写 他就写了一篇导词 那个导词就写得非常好 而且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只要他发自内心 他就能写得很生动 他稍微 我想他都不需要修饰 他有一个 怎么说呢 他有一个很自动的修饰过程 他只要写他就边写边修饰 这是个语言天才 对 他就是 这确实是 而且他就说这十几年沉寂下来 或者说是积累 在干什么 我也有一个共鸣 也不是共鸣 有个印象 在搞科学研究 他看了他两个书 搞科学研究 有时候你听他讲 可有意思 就是说人就是个原子塔 全是原子 什么整个宇宙 那种最微小原子的总数 从来没有变过 你死了 就这个反正外听明白 能量守恒 变了光子了 然后另一些原子又组成你了 但是你忘了你那个时候了 他这到他这基本就算巫术了 我觉得他不可能搞科学 你不跟他自个儿说 他自个儿是科学 科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 都是要用数据说话 他那种感觉上的东西 他做不了科学 他自以为那是科学 如果他觉得他这事是科学 科学就比较可笑 他可能这这看了很多 比如说时间减时 什么六祖谈经 有关宗教方面 人某一个阶段 看某一类书的时候 是容易被他带进去的 思考的问题 我一定得了解终极的真相 所以我就无所畏惧 所谓什么了生死 你听他说人力很渺小 在这个整个宇宙当中